原寿 原寿 原寿是谁啊 原寿是我的小名 我的小名外人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怎么会刻在一个民间的器物上 我说田田 你有什么好笑的 原寿是你的小名啊 好土的名字啊 还不如叫狗事呢 我告诉你啊 今天心情不好你别惹我 惹你了又怎么样 你也让我上门口跪着去啊 喂 这里有封血书啊 陈世关 梅莲英 谁啊 陈世关这个人 我以前有所耳目的 对了 我记得他是康熙四十二年进士 是朝中直言的汉官 皇阿玛 来为继位的时候 就很敬仰他 曾经和他往来甚密 这么说 真的如传闻所说 那你就是汉人的儿子啊 太好了你是汉人啊 不可能 我永远是皇阿玛的儿子 永远都是 你就这么喜欢做满人啊 这么喜欢做皇上的儿子啊 你就是想做皇上 才不是呢 他永远都是我爹 明白吗 这跟我爹是不是皇上 根本就没有关系 要这样的话 我们有可能 永远都会是仇人了 你希望我们做仇人吗 田田 我们先不要争论这个问题好吗 我现在只是想 因为这件事 死了好几个人 我想弄清楚这件事情 你帮帮我好吗 也不帮 为什么帮你啊 你不是有那个 温柔可人的李姑娘帮你吗 要我干吗 看你这么小气 吃醋 你想想 李姑娘她也是挺可怜的 对吗 她为了救我啊 跟她哥哥作对 还闹翻了是吧 难道我要赶她走吗 那多不妥啊 行了行了行了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这不是你常说的吗 估计现在只有宋姑娘能劝到了贝勒爷了 不管什么事 只要有感情在 都会过去的 没想到 哥大哥可以对贝勒爷如此忠心 在这个世道 像这样的忠仆 可是不多见了 我说你就这么让喜子一直跪下去啊 你真的不肯原谅她吗 我看得出来喜子对你很忠心 我不会原谅她 谁叫她这样啊 如果不是她从一开始就刻意隐瞒秘密 杨公公和王渝也许就不会死 今天她敢这样骗我 不知道以后她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她这么做 还不都是因为怕你不是真皇子 最后身败名裂喽 我若不知道她做的事 还不知道她的想法呢 她怕我不是皇子影响她的前程 影响她的俸禄 你别这么说 喜子她心里是为你好 你就别客责她了啊 我要让她记住这个教训 如果原谅一个人很容易的话 也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可惜有的事情 是永远都原谅不了她 怎么一下变得这么伤感呢 我觉得呢 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太多 我们无法掌握的呢 那就交给老天爷吧 有些事情呢 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握的 那就遵从我们内心的意愿 就说咱们俩啊 我知道你恨我妈妈 恨整个满清 还包括恨我 可是你不能否认 你跟我在一起 是快乐的 而我呢 也是一样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 只要一见到你 我就感到开心 还不够吗 因为你是我的知己 叶大侠 我问你 大阿福的秘密 除了你再没别人知道 对吗 我拿了大阿福的事 我只告诉了贝勒爷 别人绝对不知 知道了 叶大侠 我家贝勒爷怎么说 贝勒爷 您要找的到事 奴才找着了 快把人请进来啊 哎呦 贝勒爷 这活神仙的架子大得很 奴才请不动 还得劳烦您亲自跑一趟 嘿 什么臭牛鼻子 还要爷亲自去 哎呦 爷 奴才也是没有办法 总不好强行绑回来吧 罢了 那爷就亲自跑一趟嘛 嗯 你们 在在干嘛 没有没有没有 我刚才眼睛不舒服 进了东西 进了沙子 哦 哎 告诉你们啊 我打听到陈事官的下落了 他们这家人早就不在海宁县城了 而是住在距离这边五十多里 有个叫五元的镇子里面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那贝勒爷 你可要想清楚 人生难得糊涂 有些事 并不是非要弄清不可的 有些事可以糊涂 有些事糊涂不得 比如说刚才啊 我一定得解释清楚 对吧 嗯 我同意 读炼得这么半天啦 对对对 让开 让开 有这么多人 难不成这么多人 都是来等那道长看相啊 那自然是 不然是来干什么的 这道长能看得过来吗 看不过来 当然看不过来 有人都等了七八天了 爷 这可怎么办哪 别说您此时是微服 您就不是微服 总也不能砸门进去吧 臭牛鼻子 架子这么大 也还不伺候了呢 好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我们道长呢 今天身体不适 他还身体不适 他还身体不适 所以请大家先离开吧 谢谢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这怎么回事啊 带他走了 算了算了算了吧 这位爷 真是的 这位爷 您可是要看香 正是 是 难怪灵虚真人方才说 有贵人到访 想必就是您了 来 请 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就穿贵人呀 不知道 真人只是说有贵人到来 让我出来迎接 这位想必就是灵虚道长吧 哎 道长这叫你呢 嗯 嗯 不错 这也是我的命 命中注定 今天能尝我心愿 也罢 这位公子之相 应得是一生富贵 享尽荣华 而且贵籍之处 至高无上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就敢这么说啊 好 贵道自然知道 这位公子气欲非凡 举世无双 乃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人 想必就是 当今的五皇子 和贝勒 贝勒爷 贫道 有礼 懂事儿 久闻贝勒爷大名 今日有缘一戒 果然贵迹无品 你既然知道我是谁 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 你不知道我头上还有个兄长啊 本朝立掌不利 要之可是规矩 贫道不认规矩 只认天命 天命如此 贫道不过是照实说 不过贝勒之相虽然贵迹 却有一桩心病 若此病不去 只怕到头来 徒为他人做嫁衣 你这倒是怎么胡言乱语啊 去去去 不得无礼 还请道长明示 洪州席耳恭听 贝勒爷 可否与您单独交谈 你们都下去 下去 是 是 说 哥 宝贝勒过两天 就要动身去五元镇 他答应带我出去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此心或可知道弘历身世的真伪 你要多加留意 放心吧 我一定尽力二位 聪儿 除了他的身世之外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你要记得 哥哥是说那宝藏吗 不错 关于宝藏的事情 满人看得很近 也再没听到什么消息 而且你一身的弘历的信任 不妨找机会 探个大陆 真是没想到 这五元镇一片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一个活命都没了 真是找了个好地方隐居呢 这么多人 这么惨 是啊 你说我们想去救活 可要么被锁得死死 谁都解不去 你说这陈世光 跟谁有这么大的仇啊 就是啊 兄弟 太惨 你刚才说的是陈什么 陈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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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这您不知道啊 昨晚啊 他家着了一场大火 全家烧死了十来口人 房子烧了个干干净净的 太惨了 他家在哪儿啊 就在前面 走 老爷啊 老爷 怎么回事啊 这些都是陈家人吗 是啊 我家老爷 全家都被大火烧死了 要不是派我们出去买东西 估计我们也烧死了 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着火了呢 我们赶到的时候想去救人 可门窗都被封死了 无法出入啊 这分明是有人故意纵火 杀人灭口吗 你们是何人哪 来此何事 大人 最近人是蒸面光 不是本地人 看你们一个个鬼鬼祟祟 实在是可疑啊 都给我押回去 等一下 鬼鬼祟祟 我看是你鬼鬼祟祟 你这身穿戴很不错啊 一身巢服大扮 我给你看看东西看你认识吗 我 这不是贵的地方 回去再说 回贝勒爷 本案牵迟到陈氏关家十条人命 案情重大 你若单独审问一番 万一出现什么闪失下官 可担当不起啊 魏志姐 我只是问犯人几句话而已 你放心 其他的事由我担着 把人犯带上来 跪下 快去 快去 贝勒爷 下官先告退 去吧 是 说 你究竟与那陈家有什么血海深潮 真是很多啊 十条人命啊 那可是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废话少说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十八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还挺英雄啊 他 他死了 他死了 贝勒爷 您下手也太重了 怎么把他给打死了 这可是重犯啊 与我无关系啊 是他自己了断的 怎么跟您无关系呢 自从您来本县以后 陈家被烧 一番丧命 而且下官早就听说 贝勒爷此次来是为了查清身世之谜 这京城传言 说陈家与您 你 你鼻子还挺灵的 消息来得可真快啊 下官虽官被未清 但职责所在不敢怠慢 下官会将此事报于府台 转坐圣上 在圣上没有回复玉址之前 请贝勒爷不要离开本县 未知县 刚才我说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事情本贝勒爷担着 你该查案自去查案 像皇上陈情也好 你只管写折子吧 这自然是你的差事 贝勒爷我自会查明真相 什么 陈氏官一家被烧死了 皇上 如今京城四处风言风语啊 说宝贝勒和陈家有些关联 这事一出 会不会怀疑到宝贝勒头上 京城的事朕还压得住 只要弘历再寧不出事就行 皇上 既然知道宝贝勒还在海宁 要不要让人把他召回来 你把他召回来他还得跑 这一关弘历硬要去闯 那就让他自己去应付吧 喳 艾四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只是代表大家讲出来 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你是不是怕身世败露 再也做不成贝勒爷 宋田田 我告诉你我绝对没有做 我发誓若真是我干的 我万劫不复 你瞎嚷嚷什么呀 我就不信你了 因为我被你骗怕了 宋姑娘 应该不是贝勒爷所为 因为这一路上咱们都在一起 他哪有机会去杀人放火 人家是贝勒爷 手下人多得是 哪用得着亲自动手啊 说不定就是高庆喜做的呢 宋姑娘 高庆喜已经被贝勒爷主走了 咱们已经都看到了 贝勒爷 你也别生气了 我相信贝勒爷光明磊落 不会做出这些阴谋诡计的事情 谁知道是不是他们俩严的苦肉计啊 我在你眼中居然如此不堪 谁都可以不信我 天下人都可以不信我 想不到宋田的你 你 你居然不信我 我也没说一定是你做的嘛 我信之可快你是知道的 发什么火 你既然不信我 我也就不信你信了 你也别说了 我不想听了 我就是不信你 有比我更了解你的人信你 少我一个又有何妨啊 宋姑娘 宋姑娘虽然莽撞了一些 但是她所说的 其实正是别人不敢说的 贝勒爷还是要早做打算 谢谢 你说你就这么一路跟着我们 爱死冥冥知道偏装不知道 她也太狠心了吧 宋姑娘 你到底有没有替我跟我家爷求情啊 我家爷怎么还不肯原谅我 你爷那个臭脾气 我只不过说了他几句 他就恨不得把我吃了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 他能原谅你啊 我家爷生气了 宋姑娘 你到底跟我家爷说什么了 怎么连你都舍得骂 其实吧 我就是说他可能 是他放火烧了陈家 什么 我家爷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这么污蔑我家爷 把你的命拿走 我不吃了 我好些给你送吃的 你还凶我啊 你爷这么对你 你还护着他 我家爷不管怎么对我 他都是我家爷 我死都要护着他 不应该吗 行行行 你别激动行吗 其实说完这话 我不是也挺后悔的吗 大不了一会儿 给他赔礼道歉呗 这还差不多 喜子 你实话告诉我 这事儿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你是不是在帮你爷掩盖秘密啊 宋姑娘啊 你是想让我家爷是汉人想疯了吧 我跟你没法再聊了 我还有事儿 你先走吧 就当我没说嘛好不好 大不了我去给他道个歉呗 现在就去啊 好 这位公子 这等粗质烂布 我这店里啊 是向来没有的 这满海宁的布庄啊 也没有卖这种低廉货的 卖这种货啊 会砸了自己的招牌 好 卖胭脂喽 卖胭脂 老板有上好的胭脂吗 姑娘来晚了 卖煤了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清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时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稀我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转诸葛低以户 好 好了老板 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下次等有货时 帮我留上一盒 我最会来吃 好 卖胭脂 卖胭脂 新鲜的豆腐 来完了就卖煤了 豆腐 想买了就快点 豆腐 新鲜的豆腐 买豆腐 田田 对不起啊 昨天 我不该对你那么凶 我也对不起 我不该那么说你 我接受你的道歉了 那我也接受你的道歉 滚滚糖 我最爱吃了 喜欢吗 甜不甜 还不错 那要不要来个拥抱 大庭广众之下的 这样不太好吧 公子 你吃女孩子豆腐 不如吃点真豆腐吧 我的豆腐很好吃的 我不是什么豆腐都爱吃的 我很挑剔的 公子 我的豆腐可不是一般的豆腐啊 可以做麻婆豆腐 辣豆腐 麻辣豆腐 现在还可以做臭豆腐 我家的豆腐远近闻名 这附近人家都爱吃我的豆腐 就连刚刚被大火烧了的陈家 就是因为爱吃我家的豆腐 噓 你说什么 你跟陈世光很熟吗 熟 陈老爷人特别好 以前每天都在我这儿 订一大盒子白鱼豆腐呢 你尝尝 很好吃的 别 别走啊 公子 好吃的豆腐啊 你们可回来了 我和易大侠四处找你们 原来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有什么急事吗 我在镇上遇见了高五 真是阴魂不散 莫非陈家是他烧的 有可能 高五受雇于何人 我想贝勒爷 应该比我更清楚 只是他向来都在暗处 难以提防 有一个物件 定能引他现身 好 好 快 快 快 是肥精 宝贝勒果然阻止多谋 我高某竟然差点中了你的机关 那是自然 要不然怎么叫宝贝勒呢 那现在呢 我知道您才高八道 英俊潇洒 武功盖世 天下无敌 可做国家栋梁之才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能不能放过我这条小命啊 拜托 拜托 拜托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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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高壮帅 像你这样的高手 我又怎能小瞧你呢 接招吧 小心 小心 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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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爷 喜子这条命终于还给爷了 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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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四 高大哥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好了 薛医止住 不会有性命之忧 大夫 怎么样了 不必担心 定无大碍 养些日子就好了 他怎么样 爷 小的伤害没死成 对不住爷 李姑娘 你给他收拾收拾 要不碍事 我看还是让他去别处养伤吧 什么 这怎么行 贝勒爷 依我所见 高庆喜虽然罪孽深重 但也算是真心悔过 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也算是死过一回了 贝勒爷 就留下他吧 既然叶大侠为你说话 你就留下来吧 谢柱子音 谢叶大侠 谢宋姑娘 谢李姑娘 高大哥 其实艾四一直在等叶大侠 给你求情呢 叶大侠一向极恶如仇 这次他若不发话 柱子爷万不会饶我 你若还想跟在我身边 就必须痛改前非 下不为例 柱子爷 小的肉以后再作恶 就瞧死无权失 万劫不复 罢了罢了 你好好养伤吧 我们要去趟县衙 李姑娘 烦劳您费心了 是 贝勒爷 喝茶 哎 我告诉你们 我刚才在街上看到那个魏之仙 他正在奸斩囚犯 那些囚犯临死前喊得特别的凄惨 喊什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同人不同命啊 而且那个魏之仙啊 好像很怕他们讲话似的 临行前还让人堵上了他们的嘴呢 这犯人喊这话实在蹊跷 我对我少陈家庄之事 一直有所疑心 但是又说不清疑心之处 但是听他这话倒是似有所悟 叶大侠的意思是陈家庄的大伙 与这死囚所说的有什么关联 还不好说 要不我们去监牢查一查 说得对 贝勒爷 您这边先 本贝勒有一事相问 老里的死囚可都是斩首失众吗 回禀贝勒爷 自然是这样啊 本县与外县没有不同啊 最近的死囚都是判的斩首吗 正是 这些个杀人越货的匪徒一律斩首 无神分别 不知贝勒爷何处此言 本贝勒明白了 我突然口渴了 此地可有水喝 对 快给这位姑娘去打碗水来 好嘞贝勒爷 小的这就去 好好服侍贝勒爷 是不是 贝勒爷 贝勒爷 我问你们 这监牢里关押了多少犯人呢 回禀贝勒爷 这要带我们查一查 你们要查是吧 这东西还要查啊 这里有多少人犯你们都不知道 到 兄弟 我向你打听个事 你是什么人 这位兄弟 我是从京城来的 是个走江湖的 走江湖的 我也是个走江湖的 可惜运气不好 既然你我都是同道中人 不知能否实情相告 你要知道什么 我听说最近有死囚 不是被斩首示众 而是用了别的刑法 如此看来就是真的了 你为何要问这个 我有兄弟被关了进来 到处都找不到 我怀疑 他已经死在牢中了 既然你我都是同道中人 我就告诉你 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我都知道 前几日 有一个牢房的犯人 没上法场 是被砒霜堵死的 被砒霜堵死 此话当真 我都要死的人了 骗你干嘛 兄弟 我再求你一件事 可否借你的求医一用 你要也行 不白给 你有吃的吗 老子我快饿死了 只有这些够不够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只要不若饿死鬼就行 准够出去 坏得很 连断头饭都不给 我可告诉你们啊 下次再问你们牢里的人数 你们若再说不清楚的话 是是是 贝勒爷 贝勒爷 是是是 你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麻烦大了 好的贝勒爷 好的贝勒爷 后会有七兄弟 下午也见过 卫之线 你怎么来了 姑娘 您的茶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呢 又不肯 贝勒爷 您来此该给下官打个招呼 下面的人如果怠慢了贝勒爷 可如何是好 本贝勒随便看看 不敢耽误卫大人公干 贝勒爷说哪的话呢 小县城杂七杂八的事 哪比得过贝勒爷 巡视重要 卫大人甚严哪 百姓事可无小事啊 行了 本贝勒巡视得差不多了 卫大人我就先告辞了 下官送你 来 你们两个 没乱说话吧 当然没有 高大哥 高大哥 来 正好喝了这碗汤 补补身子 高大哥 觉得好些了吗 好多了 那就把汤都喝了吧 不劳烦李姑娘了 我想一个人清静会儿 你就回屋去吧 高大哥 高大哥 其实我倒有一事想问你 请说 那日高大哥在街上跟随我 我心里有个疑问 为何高大哥不跟着宋姑娘 不跟着叶大侠 偏偏要跟着我呢 没有 我那天是碰巧遇见你的 没有 我有一句话想告诉高大哥 还请高大哥原谅我的不敬 我从我哥哥李尊明 却已恩断义绝了 以后请高大哥 不必再对我起疑心了 那我就不打搅高大哥歇息了 这碗汤还是趁热喝了吧 我先回屋了 你干嘛不喂我呀 三位买什么药啊 老板你们药铺最近有没有买过披霜啊 没有没有本店从不买披霜 公子要买到别出门 你的店可是本县最大的药铺 不问你问谁啊 是 本店确实城中首家 可是这砒霜我们确实没有 您还是到别处门吧 老板我跟你说 此时非同小可 你还是对我们说实话的好 我说的就是实话 我们这从来不买砒霜 快走走走走 别当我生意 别当我生意 老板老板 别激动别激动 别激动别激动啊 有话好好说慢慢说啊 老板 话可别说的太满哪 你看这是金条 金条它有重量 当金条放在秤盘上 这秤就会失去平衡 可是呢 只要你说真话 这金条就能平衡你的心 这是真的 比你人还真呢 前几日啊 本县知县魏大人 的确到过本店 他让我给他配一些皮霜 您也知道 这魏大人他是一县之长 我不敢为令 也就给他配了 你给他配了多少 也就卖了这么一包 能毒死十个壮汉哪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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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